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六位了 名望 事业 金钱 利害 乃至家庭 夫妻 这些都排在前面 反而把修行放到后面 普通人都如此 我当年年轻郑飞黄腾达之时为修行而摆下一切 这个是很难的 所以学到如牛毛 但真的走这条路的很少 真走这条路要调整生活 平时工作生活时间安排得太紧 太疲劳 对身体是有妨碍的 正如古人的话 这是细细消磨 渐渐衰 我的一生从二十几岁起 在声望最好时为修道都放掉了 几十年来很多升官发财机会一概不理 我个人一概不要这些 这个可作为你们调整个人生活的参考 外面找我的人非常多 一概不理 我的书 那么一大堆 大多是同学们的听课记录 为了这个修行 我没有时间动笔写书 若放开的话 很多人来找就没有时间修行了 真修行只管自己 时间用在何处最好 修行 修道要什么时候修啊 要你精神好的时候修 可是人做得到吗 年轻搞这一套 不肯干 像我们是年轻来干的 年轻什么都不管 先来修道 年老了来吹牛 普通人不然了 年轻去吹牛 去忙事情 你叫他修道去 不去 等到要死了 所有精神消耗完了 要赶快修道了 那不是修道 那是养老啊 你们什么时候打坐 白天太忙 事情忙完了 洗把脸 快要睡觉时要打坐了 那不是打坐 那是要睡觉休息了吗 那时打坐又有什么用呢 然后说做了三个月还没有功效 怎么没有功效 你没有死掉就是功效 这是很简单的事啊 所以修道要精神望见实修 我常常说 真要打坐先去睡觉 睡够了精神好的时候才来打坐 能够制服得住 静得住 那个打坐才叫修道 叫静坐 你们累得不得了时打坐 那是在休息 病得不得了了 在打坐 是想治病 你病不恶化已经功效很大了 老的没办法了学打坐 自己叫做修道 能慢一点死 那已经功效很大了 修道不是这样的 有些人常常说运气不好去学佛修道 我说佛和神仙不是倒霉人能修成功的呀 那是第一等不倒霉的人来干的呀 释迦牟尼太子皇帝不干 所以他成了佛 吕淳阳功名不要了才成仙 你倒霉透顶来学佛修道 那叫倒霉佛 倒霉道 你们诸位要搞清楚这个道理 这是告诉你真话 我常常说你要运气顶好的时候放得下修道 那叫做修道的 运气好 忙得不得了 谈修道 哎呦 慢一点呀 把这一点事情聊聊 把股票卖了 赚了钱我就来打坐 等你卖完了股票是赚钱了 你的命也差不多了 这有什么用 这个道理就在此 譬如讲到水火在我们自身的作用 当静坐达到极清静的时候就是水的境界 当我们做到精神蓬勃 阳气上升的时候就是火的境界 大凡碰到阳气精神急望的时候就难了 因为一般人精神望的时候念头空不了 到了精神衰败 念头自然清静 那是烟的境界 那是纯粹的水 没有火 功夫的调配是要水火济济 因此我也讲过一般人学打坐是把事情忙完了 精神疲劳差不多死了半条命时 才来打坐修道 那是没有用的 那是休息 真修道是在精神急望极好的时候打坐 叫做修道 拿个人的生命来讲 一个人在运气最好最得意的时候 功名富贵都来了 这个时候放下来修道 才叫做修道 退休了 倒霉了 得病了 然后盘两个腿 叫做修道 那不叫做修道 那就无以明知了 这个话我讲的严重 诸位真正向这条路上走的人特别要注意 大家修行的人一百个找不到半个成功的 为什么 第一 大家都想修长生不老 更希望又有钱 也有官 寿也长 儿子孝顺 女儿好 媳妇更听话 自己还要成佛当神仙 天下的好处会都给你占光吗 不可能 有这样多的愿望 每天打坐十几分钟 心都静不下来 定不下来 气不会聚到正子位上 这个一阳绝不会来复的 大家有的人肚子跳一下 气动一下 以为是功夫 那是见鬼 那根本没有关系 是你经脉穴道有些不通 真的通了的人不会有震动的 不会跳动的 像一个水管一样 很通畅时他不会弹动的 如果扑扑跳动 这个水管里头一定有问题 有障碍才发生震动现象 所以不要认为那个就是功夫 那么修道是什么呢 就是看离两挂的水火 要使它凝结为一 所以说水火均平 方得交际为用 所以你看到书 这些理论把握不住 你修道的功夫永远是白做 光是身体上有感觉啊 转来转去没有用的 不会成功的 你跑步啊 打拳啊 动中求静 体能累了自然什么都不想了 修道这个道理也是一样 所以说一动一静之间一定会变成偏胜 修道的人如果道理搞不清楚 一定会走偏 水火不会平均 在光明的境界里被光明牵走了 光明境界可以产生精神健忘 就是道家说的 日出末比精神之衰忘 月盈亏比气血之胜衰 你们大家打坐有经验 当你比较灰心 精神也疲累时 打起坐来一下子好像入定了 实际上不是入定 是月亮一样虚了 要下沉了 所以不要把那个昏沉的静相当成定 坐久了以后 一阳来复 精神旺起来不想坐了 所以做功夫难就难在这里 你们很多人早上上班 以前打坐坐得差不多了 要上班去了 一天到晚忙 心里根本没有宁静 晚上打坐一坐起来就想睡觉 嗯 坐好了 要去睡了 真修行打坐不是这样子 等到你事情做完了跑去打坐 那是休息永远不会成功 就是要你睡够了 精神好的时候 看你定不定的下去 但是精神好的时候打坐反而坐不住 心里也坐不住 屁股也坐不住 腿也坐不住 坐在那里想这是干什么 何必坐呢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办就下座了 所以做功夫永远不上路 真的修道上路就是持盈保太四个字 盈就是精神满的时候要把它保持 水装满了不使它漏掉 永远保持这个满 太是太平的时候充满的时候 心情泰然 永远把它保持 这个道理就是说水火要均平 如何能使水火均平 就是动与静之间交际为用 这四个字很难办了 人这个生命很难弄 有时我们心想静 身体不能静 身体精神很强化 不想休息 有时候我们身体疲劳极了 尤其是打麻将 一边打哈欠 一边硬舍不得 头已经昏了 还是要打 因为心不肯休息 这两个都把人拉住了 做事业的人一样 做生意的 做官的 老兄该退休了 我早就想退休 不过还有几个月 还有几件事做完了来 就像麻将桌上那样死打 是同样的道理 这个是水火不能均平 你要把身心拉平均 难了 这个要自己体会 自己检查了 人有时是气望血不够 有些人你看活得很健康 实际上他已经很衰败了 有人虽然血压低贫血 他生命活力强得很 那是靠他的气 以道家的医学来讲 有些人看似健康 气已经衰败了 气血两样能够拉平均也很难 再进一步呢 心念这个思想念头 动静之间拉到平均也是很难 这些在道家都属于火候 没有固定的方法 你看清楚了才可以修到 可以随意地把水火相交 相交以后就产生新的生命 这就是说交际为用的道理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